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欢迎来到我的家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I have a very good news to share with you guys 我买房子了 I have a very good news 最后我买了一个地方 我已经租房子租了14年了耶 I've been renting a home since I was 17 租过12个不同的地方 I've rented and lived in 12 different places 今年就决定我一定要 因为利率很低嘛 because of the low interest 然后我其实就是看了很多房子 I have looked at many houses 我发现到我非常喜欢淡水 I loved淡水 淡水这边环境非常的好 空气新鲜 and a great air quality 最重要的当然是淡水房子的总价 第一 房价価价还很便宜 淡水到台北市区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一趟退一趟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以后我未来的新家 我以後應該就不會再搬家了啦 這邊其實就是廚房 然後還有一個工作陽台 我看了很多房子 我為什麼會選這一間呢 其實就是它的景觀 The View 看一下後面的景觀 然後這邊蓋了非常多的房子 在淡水裡有很多房子 售賣 那我個人就是因為拍影片的關係 因為我拍影片也需要空間 看到這間房子 我馬上就愛上它 I fell in love with it right away 因為我買了一支新城屋 那你對於注意到新城屋其實 沒有任何的狀況 所以當你買一個新建的房子 就像這樣 沒有天花板 沒有天花板 意思是說你就是要在裝潢 自己去設計 你找設計師來把裡面的空間 來把裡面的空間佈置好 讓它住起來更舒適 好 This is the bathroom 這邊就是兩位 是的 所以那當然你看 就也沒有收納空間 There is no storage room 你這個都是你裝潢啊 或是你之後搬機 要在另外處理 然後設計的部分 好 這裡也是另外一支廁所 在台灣買房子 你可以買新城屋 你可以買新城屋 the one that looks like this from a construction company it's newly built but there's no decoration 那你自己就可以去做設計做裝潢 根據你個人的需求 based on your personal personal desire or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s 可是如果你買的是像中古屋呢 中古屋其實就是已經別人住過了 other people have moved in and live there 那意思就是說 他們已經裝潢了 他們根據自己的需求 已經裝潢好了房子 現在房子要買 那買中古屋的問題就是說 你不一定喜歡它的裝潢 you may not like the decoration 那一般台灣人其實 特別是首購 first time buyer 我們都喜歡買新房子 就是沒有人住過的 像這間房子其實已經五年了 it's been around for 5 years 沒有人住過 它就是還是算是新的 對 那我也可以根據我自己的需求 來做整理啊 還有進行狀況 現在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房子的狀況 影片繼續往下看 看裝潢以後的新家房什麼樣子 房子已經開始裝潢了 the renovation process has already begun 所以今天呢其實我就是要來 像是監工 you know how when you have your place renovated you have to come and have a look making sure everything is ok we call it監工 因為一般來說 你可能就會請一個設計師 那他幫你設計這個房子 you hire a designer 那今天大家會見到我的設計師 you will meet my designer 那他就會請一些就是這些師傅 來幫你的房子進行裝潢 so he will arrange people to come and complete the renovation for your place 你來監工的時候 監工 when you come check out you know the progress they've made you should bring some drinks with you 就是要帶一些就是飲料啊 或是喝的東西來請這些師傅 我覺得這是一個誠意的表達 to show your sincere that to work with them and you're very happy to have them working on your place 所以我現在要進去便利商店 買飲料 那剛才我問設計師就是要喝什麼 I've asked him you know what kind of drink that they would like 他說綠茶 那我就買綠茶 綠茶買好了 我們去看看房子的進度吧 Let's go take a look at the progress of the renovation 嗨 嗨 哇他們已經開始了 超開心的 大家來見見我的設計師 嗨 我真的超開心我遇到他 看了他的作品之後 我就非常喜歡他的設計 那我們進去你看 這邊有點類似咖啡廳的感覺 對 所以就是咖啡廳 出房間餐廳 然後這邊會是那個 電視牆 會有一個大提示跟電視牆 對 這邊就是咖啡廳的地方 然後這邊會是 全部的裝飽對不對 超開心出來了 好 對 我們這邊會做一個中飽 從這廚房延伸出來 Today will be an island coming out from the kitchen 現在還看得出來 現在還看得出來 對 工作室 在我的工作室咧 對 其實工作室還蠻緊張的 對 所以這邊就這樣 我們就要挑戰 對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天花櫃 對 然後李小姐以後 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廣播 那未來的工作室 對 所以這也就是以後我直播 我直播還有教課的地方 就是 where will I be going live and teach my lessons 通常會有這個消防的系統 所以就會把那個管子把它蒸住 in case there's a fire it's wrinkles water 所以這個叫做消防 消防系統 但是 對 所以就會覺得不太好看 就算 look very nice so they will create or made 天花板 the ceiling to cover it up hello 事隔三個禮拜 我又回來我的新家了 今天就是來看一下 嗯 裝潢的進度到了哪裡 我帶了熱騰騰的咖啡 我幹嘛敲門啊 你好 嗨 嗨 我坐了好多喔 不熱的 趁熱喝 好 老師傅我們做了什麼 書櫃好了 一整牆的書櫃 超期待 我的衣櫃也做好了 哇 欸整個雛形都已經出來了耶 這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 今天人很多 他們現在在趕工 過年以前 有很多房子需要裝掛 這就是我的主卧 歡迎來到我的主卧室 超開心的 看到成品 櫃子其實都差不多做好了 因為接下來他們就要開始進行 有期 嗨 新家已經裝潢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裝潢後的房子 長什麼樣子吧 歡迎來到我家 好 所以門一進來呢 就是一整排的收納櫃 你可以看到一邊的櫃子 你會看到一邊 你會看到櫃子 緣櫃 你會看到一個櫃子 這裡是掛出門常穿的外套 或是夾客的地方 或是夾客的地方 這裡是一個櫃子 就是厨房 我小小的厨房 My small teeny tiny kitchen 我觉得很小欸 There's not that much space Once I put in the refrigerator As you can see 所以这里就是延伸过来 厨房延伸出来的一个中道 这里就是你可以做轻食啊 或是泡咖啡的地方 This is where I make my coffee Where I have my breakfast 所以我早上就会在这里煮咖啡 在这边吃早餐 或是平常下午吃一点清食的地方 烤箱 and oven which I still don't know how to use 我还在研究要怎么使用它 那这边也是有其他的收纳空间 好 那再往里面走 As you enter you will see 它整个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Here is the open space of the public area 这边可以再隔一个房间 I could build another room here The fourth room 第四个房间 但因为其实房子并不大 The place is not that big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整个空间的开放性很重要 The openness of the space is important 就看起来比较大 If it's open then it looks bigger 好 那这就是沙发 You know the couch The view that I fell in love with 就是我当时爱上的这个景观 还有电视墙 这一整墙的电视墙是由大理士拼出来的 This is three pieces of marble Put together as a huge 整个电视墙 是的 那你也可以选不同的食材 来做你的电视墙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很大 很简约 我家就是目前 还蛮空的 现在没有这么多装饰品 没有什么装饰品 或许大家可以推荐一些我应该买的装饰品 可以放在那里啊 或是别的地方 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要推荐 那其实我很喜欢我的家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没有很多东西 客厅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餐厅 我很喜欢这盏灯 设计师帮我选的这盏灯 非常的好看 它是一个餐厅间书房 有的时候我就会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备课 sometimes I work here or prepare for my classes 走到下去就是 厕所浴室还有两个 两个卧房 那那边应该以后 这道墙以后应该会挂一幅画 I'll probably hand a painting there 但是还没有决定 If you have any good idea please leave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好的 进来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 我小小的工作室 这里是我平常教课 还有备课 直播的地方 并不大 非常小 好 好 那以后呢 我拍影片应该就会在客厅这个空间 I'll set up my camera here and this is where I'll be filming If you live in Taiwan You're thinking about a place to move to or a place to buy 如果你也在考虑要搬家 或者是要买房子 我非常推荐淡水 I highly recommend淡水 虽然我只搬来一个月而已 Although I've only moved here for almost a month 但是我目前住得非常的开心 住得非常的舒服 I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here 而且非常的安静 very quiet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设计师 魏竹木座设计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designer Mr Wu This is not a paid endorsement of any kind 这并不是业配 我只是就是很幸运地遇到了 魏竹木座设计 那我这段时间跟他合作下来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 然后他的作品我非常的喜欢 整个成品我也非常的满意 I'm very pleased with how the place turns out and I had a great time working with Mr Wu 所以我就想要帮他打个小广告 I want to help him out I just want to give him some credit 好的 谢谢你们 欢迎来淡水跟我做邻居 拜拜 Let me know Fund cuales Tim aquilo 때문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